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色彩风格我们通常设置为普通模式 拍摄时建议开启网格与直方图 网格可以更好的辅助构图 直方图利于我们判断曝光准确 当直方图显示为这样的时候 表明照片过报 这样则为欠报 App提供Auto A 档 S 档 M 档 四种拍摄模式选择 自动模式下半按快门即可自动对焦拍摄 还可手动改变曝光补偿 来确保曝光准确 Fantam 4 Pro的相机新增了光圈优先和快门优先 光圈优先不可调快门 一般在弱光情况下使用 快门优先则不可调光圈 一般用于拍摄高速运动的情景 手动模式可以手动设置感光度 光圈值快门值 来确保拍摄正常曝光 您可以手动在App屏幕上调整 或通过按压遥控器右上角的波轮 来选择各项参数值 App在拍照模式下快门为八千分之一秒至八秒 当航拍瀑布或夜晚尝试车流等类似场景时 可以使用慢门拍摄 此时可通过App左下角的姿态球查看当前风速 如果姿态球波动较大 则不适合使用慢门进行拍摄 ND镜可以在拍摄大光圈 密光或慢门情况下使用 控制量不过曝 另外在设置里将前臂灯自动关闭选项开启 防止夜景拍摄时有颜色干扰 视频录制时同样需要先进行设置 视频尺寸建议选用4K画质 在4K页面下可以选择不同帧数 如果需要拍摄升格画面可以采用4K60帧或1080P120帧 我们看一下不同帧数率下的视频表现情况 视频格式选择MOV格式 白平衡设置的自定义设置在2000K至10000K区间 如果环境光偏冷就升高K值 环境光偏暖则降低K值 视频风格根据实际场景选择 也可以选择自定义 改变视频的锐度对比度 色彩风格 这里我们以常用的风格和D-Log进行讲解 普通模式是相机经过自动处理后的文件 后期制作的空间宽容度较小 D-Log保留了视频素材的更多细节 宽容度更高 适合专业用户进行后期调整 以上就是Phantom 4 Pro相机使用的部分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